哈喽大家好,又到了导谷评测的时间 本期视频我们给大家带来一款很有意思的产品 它就是来自Garling Cougar出品的Base前级DI Plex 这款产品与众不同的地方在于它是一个数字前级 并且融合了升卡录音的功能 关于数字效果器强大的可调性 看过我们之前Burgantino B-App评测的朋友一定会印象深刻 Plex在可调性上同样做得非常出色 加上可以直接连接电脑进行录音 丰富的功能强大的可调性成了这款产品 产品最大的亮点 我们先来看看它的外观布局 在正面板右上角Trim是输入信号魔术转换之后的微调 同时带有Clip 学播信号指示灯 上面一排是GK经典的四段均衡 每个旋钮都可以点按启动对应的第二功能 Bump 低音增强 Contour 中频衰减 High Cut 高频切除 Presense 零长度 下面一排Master 总音量输出 Voice 包含GK四款经典箱头的音色模拟 Overdrive 过载部分可以单独控制电频大小 按下Drive 可以切换五档试震度 Compressor 压缩 带有Level电频 Attack 启动时间 Thrash 预值 Ratial 压缩比 这里的启动时间和释放时间是合并起来控制的 有五种预制 压缩比可以在2比1到20比1之间分五档控制 启动压缩时 下面的屏幕可以显示出压缩的信号量 效果还是相当酷炫的 左边踩钉开启过载 右边踩钉单击启动压缩 双击是进入调音模式 左上角DI输出和伏地开关 Pre-Post 选择DI输出 效果器处理前或处理后的信号 Aux 辅出输入 Fonts 耳机接口 USB 接口 顶部除了输入输出 还有一对效果回录 可以外接其他的周边效果器 小小的一个盒子整合了这么多功能 GK的工程师一定是下了不少功夫 那么接下来就来听听Plex音色上表现究竟如何 GK的工程师一定是下了不少 D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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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面我们通过粉灶测试来看一看Plex这些丰富的音色修饰功能究竟对我们的音色做了什么样的调整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低频250Hz 中高频1000Hz 高频7000Hz 但是打算是屏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茜 Dr.ionấp提升低频 Countour摔减中频500Hz HIGHCUT切除掉高频 可以有效减小倾斜的摩擦声 Presense提升高频 可以让声音感觉更加靠前 下面是四款GK经典的香头音色模拟 大家可以看一下 频箱曲线微妙的变化 在第五档下是bypass掉所有均衡方面的修饰 过载压缩调音表不受影响 OK 接下来我们演示一下如何使用Plex自带的声卡功能录音 需要准备一根USB Micro-B数据连接线 连接上Mac后就可以直接识别到 不需要额外安装其他的驱动程序 耳机可以直接连接在Fons接口 也可以直接连接在电脑上 这取决于你的系统输出设置 打开DAW 新建个工程 再输入设备这里确定一下是不是选择了GK Plex 这里的输出我也选择了它 采样速率我们可以看到Plex最高支持192000Hz采样率 达到了一个相当高的水准 不过这并不代表它可以媲美专业生卡的录音品质 插开音频设置 在Logic Pro中最低的延迟是6.6毫秒 根据不同配置的电脑 不同的宿主软件 延迟时间会有一定的浮动 这个成绩还是很不错了 达到了很多主流USB生卡的水准 另外Plex有一个很有意思的设计 虽然硬件上只有一个input输入接口 但是在软件的通道选择里 它却识别到Plex有两个输入通道 其实这两个通道 它们的信号源都是效果器上的同一个接口 只不过通道1是没有任何效果的干信号 通道2是带有效果的信号 我个人觉得这是一个超酷的天才设计 这样我们在录音前就可以建立两个轨道 选择不一样的输入 同时录制这样既有干纤信号 又有Plex修饰过后的信号 极大地方便了后期混音 为了对比更加明显 我打开Plex过载录制 我们看一下两段声音波形的区别 你就明白了 作为录音用的生卡 平时自己录一些被撕小样 Plex真的是非常方便 而且考虑的也很周到 表现相当出色 不过作为回放用的设备 体验就不是那么的理想 首先它的耳机输出是单声道 其次回放的信号 会受到效果器参数设置的影响 不过好在天才设计师留了一手 还记得Voice的第五档吗 Bipass掉所有均衡修饰 我猜就是为了回放信号 不受EQ均衡影响而设计的 不过即便是这样 也不建议你真把它当作生卡 来听歌使用 毕竟它是一块贝斯前级 其他附加的东西 只是锦上添花的功能 总的来说 Plex是一款让我印象深刻的 前级效果器 功能丰富 音色修饰近乎无限可能 再加上出色的工业设计 人性化的操作模式 可以感受到 这是一款非常用心的产品 别看它好像功能特别繁琐 但实际上 得益于它科学的操作逻辑 在使用过程中 还是非常容易上手的 但就我个人而言 想调出我自己非常满意的音色 其实比较困难 因为能调节的东西太过于丰富 也是一种负担 整个体验下来 我个人不太满意的地方 就是这个压缩 五个预制的启动和释放时间 都达不到我所想要的感觉 特别是启动时间 不是太快就是太慢 我个人会更加倾向于 手动控制这些参数 毕竟每个人想要的感觉 都不太一样 使用预制的方式 对不太了解压缩的乐手来说 使用起来更加简单直接 也不是什么坏事 相信GK有这么好的工程师 在之后的固件升级中 一定会给产品带来更好的优化 甚至日后 都有可能添加更多的 箱头模拟和湿针印色的选择 这也是很让人期待的 像这么一款 便携优强大的产品 有没有抽中你的需求点呢 好了 本期节目就到这里 更多产品的评测资讯 欢迎继续关注导谷 我们下期见 拜拜